田志勋文化艺术基金会和花莲界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共同举办的宠物市集 星期天的傍晚是在水牛公园登场 强调友善动物、环境保护还有公益关怀 许多四组带着家中的宠物到场欢聚 场面非常热闹有趣 相较于去年的滂沱大雨 今年是晴空万里 第二届宠物市集 让更多四组带着家中宝贝前来相见欢 主办单位田志勋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张美慧表示 这是结合友善动物、环保概念 还有公益关怀等主轴所举办的市集活动 希望可以营造花莲成为友善、友爱的城市 今天其实就是希望有动物保护 还有公益的元素 当然我们也希望宠物的市主的责任 还有流浪犬的任养 还有一些文创的市集 最重要的市主也很开心的就是走秀 宠物的走秀 我们有狗 还有这个鹅也在现场 非常有趣 希望透过一个活动 能够建立起跟带动起 在市主的责任动物保护观念 都能够同步加强 当然花莲也有宠物运动公园 是东部第一座的 也希望市主都能够多加的使用 我们希望推动这些动物保护工作之余 也告诉大家 这个遛狗不留便相关的环境教育 希望透过一个轻松的活动 但是我们有兼具教育跟公益的意涵 现场有许多可爱的宠物 除了大狗小狗小猫还有鹅也来了 主人们也帮宠物做了可爱造型装扮 要来一场宠物走秀 同时还有兽医院提供疫苗施打 精片植入 还有饲料保健品的咨询 现场的摊位市集 也会把部分所得捐助弱势机构的赞助基金 从下午到夜晚 花莲市水牛公园热闹有趣 更充满了浓浓的爱心 让喜欢动物的民众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日时光 雀鲁会幻市报道